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這場戰爭已經打了差不多兩個星期 似乎那個情況越來越嚴峻 因為這個人道災難已經出現了 俄羅斯和烏克蘭說要搞一個所謂的人道走廊 給某些被攻擊城市的人才撤離 不過很多次都不成功 走走下也有 攻擊平民的情況出現 搞到又要叫停 即使走到我昨天看BBC的新聞都令人很擔心 很多路 橋等等都炸爛了 那麼多人要走即使是舉步為姦 甚至是老人家鎮下鎮下鎮下 究竟這種情況要搞到什麼時候 真是很難說 因為烏克蘭的軍民的抵抗意志很強 很多場地在激烈戰鬥之下 都能夠將一些城市保住 雖然在軍力懸殊 傷亡慘重 他有超過這150萬的烏克蘭人就離開了 去到這個鄰近的東歐的地方 但是這個在二戰之後被擁用 二戰之後最多的最大規模的一次難民潮 什麼時候才會停 這場戰爭的結局是怎樣 沒有人能夠預測得到 但是你看得到中國的態度 我一直都說中國的態度 表面上好像 好像兩邊都不是怎樣 很清楚的態度 有點曖昧 但是在暗底內 幫俄羅斯做了很多事 尤其是在內地在中國大陸裏面 禁制的反戰言論 不要說有反戰的示威 當然是不可以 反戰的言論全部禁止 昨天我有說 給人的感覺 好像中國人想打這場仗 想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比俄羅斯人還要熱切 這是一個 在全世界來說很奇特的現象 不只是在言論上禁制 實際行動也是幫助俄羅斯很多 因為 在這場戰爭開打了不久 全世界去聲援 烏克蘭 有些除了上街示威 給予烏克蘭的難民之外 有一個 電腦黑客組織 匿名者 在2月底 已經說要對俄羅斯網絡發動攻擊 目標包括國防部 俄國的官媒 今天俄羅斯 Russia Russia Today RT 和俄羅斯國家的電視頻道 成功攻擊到他們 令他們癱瘓 在貧圖裏面播放反戰的場面 但是在攻擊後 中國大陸有相當多的 他們叫做門戶網站 發文 俄羅斯因為受到網絡攻擊互聯網不穩 中國的五支巨企 華為立即 遲緩俄羅斯 展開網絡維護 幫助俄羅斯建立移動寬帶系統 文章說華為計劃在俄羅斯境內 設立五間研究中心為俄羅斯培訓五萬名技術專家 將合作擴展到雲計劃領域建立視頻監控 和人面識別系統 和其他人工智能的領域 這些文章就很快被刪除 但是很多人都截圖了 證據確鑿 例如 網易新聞有段 俄羅斯 受到網絡攻擊 五支巨頭華為立即遲緩幫助俄羅斯維護網絡 在這種情況下被攻擊 部分地區互聯網甚至出現故障 對居民上網和企業營運產生較嚴重的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 五支巨頭華為 立即遲緩俄羅斯 根據媒體發布最新消息 目前華為公司已經展開 網絡維護幫助俄羅斯建立移動寬帶 亦華為在俄羅斯境內 培訓了五萬名技術專家 然後 華為在最大的研究中心 莫斯科 這間公司在俄羅斯境內的五個研究中心 培訓五萬名 其實專家公司只是俄羅斯建立移動寬帶系統 他和俄羅斯合作 擴展到 雲計算領域 建立時貧監控人面識別系統 以及其他人工智能應用領域 即是將中國監視的整個體制的技術引進去 出了這些資料後 被人捉得正 全世界 文明民主國家 都譴責俄羅斯 抵制俄羅斯 制裁俄羅斯 包括很多 Crate Card 信用卡系統 Netflix 很多商業機構都說要撤俄羅斯 或者暫停在俄羅斯的業務 反過來 華為幫俄羅斯 應付 海外 民主國家的制裁 即是要減弱 全面減弱他們制裁的效果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俄羅斯是兇手 殺死烏克蘭人的兇手 華為肯定是幫兇 提供彈藥和武器的幫兇 英國看完消息後 夏議員 對華政策 跨國議會聯盟 在 英國國會提出質詢 英國政府是否要調查華為是否幫助俄羅斯 如果英國政府制裁支持普京的俄羅斯寡頭富豪 就應該制裁協助普京 在英國營運的企業 因為大家知道華為很早 早在文說十多二十年前 英國已經開發了很多流動通訊業務 而且 英國的五支基建一開始是華為幫忙 這位夏議員議員 史密斯 我們知道當俄羅斯的四支系統被攻擊時 是華為協助俄羅斯修復系統 而華為英國的劍橋是有分佈的 政府是否考慮和中國簽署經貿協議 政府認為中國可以充當俄羅斯之間的對話者 我想提醒政府朋友 在四零年 四零年在二戰的時候 出現過類似的言論 由默索里尼充當希特拉的對話者 但邱吉爾拒絕了 我們何時才吸取教訓 這間被英國政府視為國家安全威脅 被禁止參與英國五支系統建設的公司 仍然可以留在英國營運 情況是令人擔憂 2020年英國是這樣的宣佈 我記得一邊做YouTube和大家報道 華為 和北京的關係密切 危害英國的國家安全 決定禁止華為參與英國五支建設 制裁時間表 一直停華為五支基建網絡的建設 直到 2027年 要清除 但是 華為仍然在英國有很多業務 英國的數碼文化傳媒體育部發表諮詢文件 將削減華為設備的比例 由35%的期限 推遲到2023年7月31日才發生 現在是因為烏克蘭的戰爭 令到英國 看華為 其實正在做甚麼 明顯是正在做 如果英國視俄羅斯是敵對國家 支援敵國 在英國繼續做生意 敏感的一些基建的 通訊的 一些設施的話 是否應該 要動它 你看到中國 好像 表面上 站在中間 實際上是幫了俄羅斯 西方世界 仍然對中國有一個期望 好像這位議員講 這位國會議員講法 在四年的時候 是指望默索里尼 作為西方與希特拉 中間的橋 可以跟他對話 默索里尼 站在 希特拉那邊 大家知道 軸心角的一部份 現在是指望中國 跟俄羅斯對話 制止他 打烏克蘭 這是不是叫做圓木求魚 是不是 他根本就站在俄羅斯那邊 中國 在實際行動上動用了全國之力 包括輿論的力量 站在俄羅斯那邊 你指望中國跟他對話 是不是傻 西方 歷史教訓是什麼呢 歷史教訓就是永遠不會吸取歷史教訓 現在西方就是這樣 好了 不單止這樣 剛才說在輿論上 都是幫俄羅斯 New York Times有一篇文 說說烏克蘭戰爭裏面 中俄訊息和宣傳聯盟 已經成了一個聯盟 文章就是這樣說的 中國大陸全盤接受俄羅斯有關侵污戰爭的宣傳和謊言 中國官方媒體未經核實引用俄羅斯傳媒的報導 幫助在中國的互聯網上 放大虛假訊息 我昨天說過為何中國的網民 那麼盲目 覺得這場戰爭就是 俄羅斯的自衛反擊戰 保衛戰 因為他聽了很多 虛假訊息 一方面 禁止一些反戰 真實的訊息 俄羅斯在窩蘭造成的印度災難 全部不報 另一方面擴大虛假訊息 出兵之後大家知道互聯網 這些巨企社交媒體 已經嚴厲打擊虛假訊息 但中國自己不斷擴大虛假訊息 例如 紐約時報舉個例 俄羅斯入侵窩蘭幾個小時後 環球時報發表了一個短片 大批窩蘭士兵交出武器 這是從哪裡來的 官方的媒體 今天俄羅斯 電視台發佈的訊息 當然是錯 但是中國 放大這件事 轉發這件事 兩天後 中國中央電視台播放一則特發新聞 換引俄羅斯聯邦議會主席說 烏蘭總統習近平已經逃離基庫 也是假的 習近平每天都要上鏡 叫軍民 頑強抵抗 央視 在微博上建立一個相關的話題表簽 說他逃離基庫 這個話題被瀏覽了多少次 5億1000萬次 163間媒體 這群人真是賤得不知醜 明明是虛假訊息 不停地轉發 中國媒體在轉播俄羅斯說烏克蘭 將平民黨做人盾 這個虛假訊息 張電臣在 2月26日的黃金時段新聞節目裡面 對此進行報導 引用了普京的說法 說烏克蘭的軍隊 用烏克蘭人 作人盾 做人盾 擋住俄軍的進擊 也是假的 幾天之後 有一個觀察者網 大陸的俄軍再次強調指針對軍事目標 烏軍拿平民作人盾 大篇幅發了這個報導 亦有不同的 說烏克蘭人善待俄羅斯戰夫 在中國境外流傳 中國國內的社交媒體 說被敷的俄羅斯人受到納粹般的酷刑 央視和中共官方的 人民日報 說俄羅斯國防部發做了一份有關的簡報 就是這樣說 拉了俄羅斯戰夫 好像納粹軍 拉了 西方世界的軍隊 這個新聞瀏覽了幾次 2億次 然後在這個社交平台 全面審查支持烏克蘭的內容 有些演員等等 發表反戰的言論 最後被禁聲 被禁言 這篇文章 亦都在 時報報導 想說給西方世界人知道 中國是站在哪邊 大家對中國 不要再有任何的幻想 中國在 羅斯到網絡攻擊後 你以為華為 做這些 出於義憤嗎 中國官方政策是一個重要組成的部分 你有這個能力就做這些 羅斯當然會感激你 然後在中國媒體上 全面在輿論上去撐 這是大內宣的一部分 其實 在西方世界是不會相信這些東西 當然 完全不會相信 只有虛假的謊言 他為何會 搞這些假新聞呢 原因就是 俄羅斯和 中國 在侵污戰爭的問題上 是一對患難兄弟 因為他認為大家是在聯手對付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 他覺得這是兩個制度的對碰 使用這個大內宣的方法 令到中國人要支持 中國 去撐普京這個行動 所以在大陸的反戰聲音是很微弱的 這些民族主義 國族主義的 支持俄羅斯和侵略戰爭 因為基於這些虛假的訊息 大家完全是信以為真 還要用行動去支持 在網上購買俄羅斯的商品 這是自欺人自己 欺騙自己 純粹是 告訴中國大陸的人 這場戰爭是正義的戰爭 是俄羅斯自己的 自衛反擊戰 你看 烏克蘭真的是納粹政權 很殘酷對待 他自己的人民用人盾 很殘酷對待他戰夫 我覺得做中國人真的很可憐 是沒有辦法掌握到西方世界的訊息 於是就把這些虛假的東西 全部照單傳收 順以為真 但有部份的香港人 部份的香港藍絲 都很可憐 明明看到 這個訊息的傳遞是很豐富的 他一概覺得這些是假的 是帝國主義的宣傳 中國的這些才是真的 在香港暫時來說 有資訊自由 流通自由的情況下 都是用中國大陸的統一口徑 去撐俄羅斯這場侵略戰爭 你是不是覺得很可憐 全世界怎麼看中國呢 你會看到 當 西方世界文明的社會 覺得這一場是不義的 用自己的方法 包括球隊也好 包括Netflix 這類的娛樂公司 電影的平台 信用卡 全世界都是用自己的 方法用自己的能力去抵制俄羅斯 中國就是站在俄羅斯那邊 清清楚楚地站在俄羅斯那邊 不單是中國政府站在那邊 中國人民也是站在那邊 這就是給西方世界 看到 中國人的真面目 究竟是怎樣 這些是中國人 不是中共人 是中國人 大家都知道 他們 受到蒙蔽 受到虛假宣傳 但他打從心裏面 都覺得 幫俄羅斯就等於幫到中國 這是他們的結論 叫不醒 今晚談到這裏 我繼續支持我 支持我心直後快的channel 謝謝你們收看 再見